这次我知道我们银行 黄大银行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贷款政策 而且对于那些借款的人非常有利 有哪四个一个非常好的贷款政策呢 我们现在的特殊的四个贷款政策 包括了新移民贷款政策 高净值贷款政策 还有这个自雇的一个朋友的贷款政策 还有一个我们的海外收入贷款政策 这么四个最主要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先介绍一下 那个新移民的贷款政策吧 可以 我跟大家先谈一下新移民贷款政策 就我们知道的就是现在贷款政策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收入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本地有足够的收入的话 银行就贷款给你大概是你的收入的四倍 那还蛮好的 比如说收入十万就贷款四十多万 那有的时候我们新移民朋友呢 其实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没有达到这个收入水平 所以银行在这里也做出一定的让步 就是说比如说新移民朋友刚刚来 所以我们这个新移民政策要讨论什么呢 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基本上是这个思路 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呢就指的是 比如说我们在以前在中国啊 或者是在台湾啊 在香港啊 以前比如说我们是做电脑软件工程的 我在一家公司已经服务多年 而且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 你可以提供过去的这个收入的一些比如说工资单 或者说报税的证明 我打扰你一下 就是过去有多远的过去呢 这个银行并没有这个非常这个具体的一个说法 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个贷款政策是限制在五年以内的 五年以内 你来了以后移民以后 在加拿大是不是有从事一些工作呢 比如说我现在以前在大公司 那现在刚刚来 先找了一家小公司 那以前比如说收入曾经达到十万 那现在是刚刚是三万块起跳 所以你也可以跟银行讲 我现在收入比较低 但是我过去收入比较高 那未来呢 未来我们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那我们银行就希望说你未来可能可以达到 就是说你以前移民来之前的那个水平 恢复到原来那个水平 那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些网路上的搜索 来证明你这个行业 比如说软件工程啊 摄影啊等等等等 这个来证明就是说 你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手机 所以我们银行最后是采取了一个 你未来预期的收入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收入只有三万 但是我们整个贷款水平是按十万来做的 所以这个也是给新移民朋友提供一些帮助 这是新移民政策其中一个一部分 那另外呢 就是一个一个这个里头 另外一个政策就是 希望就是说有一些比较高净值的新移民 他移民来的时候可能国内房子卖了 他带了比较多的钱过来 那这个钱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的这个钱 比这个房子的价格还高 比如说我们想买一个一百万的房子 我的钱有超过一百万 和存款是从国内带过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银行也可以贷款这个房价65%给你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银行对你的就收入就讨论 就没有像刚才那么仔细 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讲了过去 现在未来 但是因为政策这一年来 变延了以后 其实还是有一个最低的一个收入要求 当然要求很低 比如说一两万这样几条 那根据每个客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在做在做计算 但是就是说这个有一个 还是有一定的收入要求 但要求并不高 对 但是为什么收入要求并不高 那是因为你的存款够多 银行认为你才存款的角度 已经证明了你的还款能力 所以这一点是也是 也是就是说给一些存款比较多的朋友 这一点上来讲 就这两点我们就是说 都是来帮助新移民 能够在这边先买第一个房子 先起步 还蛮好的 就像新移民有很多人来了之后 说我有能力买房吗 他们不知道 他就说五年之内 他移民过来了 他不需要提供很高的收入 像我们当地人 才能带来四倍的贷款 对 那像新移民 希望他们能带更多的钱 帮他们更好的安家 是的 好 新移民如果听到了这个消息的话 应该是觉得非常高兴 那可以让我们这次王子云贷款经理 帮您做一个评估 看看您能够贷到多少钱 然后帮您尽早实现买房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